今天很高興來到中聯辦和王志民部長吃飯 來之前我都了解一下會不會我們立法會的朋友 泛民朋友都會一起來 因為遺憾好像沒有一位出席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把握得到今天的機會 和大家春冥吃飯 下午這件好事始終都是多溝通多交談就會有多點的出路 我覺得如果今天泛民朋友不出席這個下午飯 就一個是很遺憾的事情 還記得2017年的時候 剛剛國家推出了禁止洋垃圾進境入口 導致香港我們的環境保護回收業那方面的人士是很大困擾 因為當時每天都有300公噸的垃圾 一個廢紙要處理 突然之間不准入境 導致香港的情況就制塞了 幸好我們都能夠和這個中聯辦 經過中聯辦溝通和國務院談談之後 有一個新的措施 令到大家可以舒緩了這個入境廢止的問題 所以多溝通是一件好事 起碼可以尋求得到解決很多社會問題的辦法 所以應該大家多些和中聯辦聊天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不是下午就去外國找其他人士聊天 這是我對今天的春茶和下午飯的看法 多謝各位